大家好,欢迎来到飞飞的家。 武汉豆皮是一款非常好吃的早点。 去武汉必吃的两样食品就是武汉豆皮和热干面。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们在家做的武汉豆皮。 味道非常不错。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吧。 将糯米放入一个大碗里,用清水浸泡10个小时左右。 如果是早上做的话,头天晚上将糯米泡上就可以了。 将泡好的糯米洗干净。 沥干水分。 放入蒸笼里。 蒸20-25分钟左右。 蒸糯米时,准备其他的。 提前将一块冬笋,破开,用盐水浸泡一会儿。 将浸泡好的冬笋,洗干净,然后切成小丁。 切完后,装入盘中。 提前泡几个干香菇。 将浸泡好的香菇,洗干净。 然后切成小丁。 切完后,装入盘中。 将半块豆腐干,也切成小丁。 切好后,装入盘中,备用。 将100克左右的里脊肉,也切成同样大小的小丁。 切完后,装入盘中备用。 将一小块生姜,切成小碎末。 装入一个小盘里。 一小段葱,也切成小段。 装入小盘里。 再将大约15克左右的榨菜丝,切成小丁。 也装入小盘里,备用。 这就是所有的配料。 现在来炒配料。 倒入一大勺油在锅里。 油五成热时,下入姜末和葱末。 炒香后,下入肉丁。 翻炒至肉变色。 加入一大勺料酒,去肉腥味。 倒入一小勺老抽,上色。 翻炒一会儿,盛出备用。 锅里,再倒入一大勺油。 下入笋丁。 翻炒一两分钟。 将笋丁推至一边。 下入豆腐干丁,继续翻炒。 一两分钟后,和笋丁一起炒匀。 再下入香菇丁。 再下入香菇丁,翻炒。 下入榨菜丁。 翻炒一会儿后,下入炒好的肉丁。 翻炒均匀后,倒入一小勺生抽。 一大勺蚝油。 最后,加入一点鸡精提味。 翻炒均匀后,装入碗中备用。 现在来调面糊。 取一个大碗,倒入一杯中筋面粉。 加入一点点盐。 倒入一,又四分之一杯的水。 使劲搅拌。 根据稠粘程度,又加了四分之一杯的水。 面糊略微调吸点,像这样的。 我们准备做四分小的豆皮。 所以,打四个鸡蛋。 加一点点盐。 然后,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这个时候,糯米也蒸好了。 用筷子拨散糯米饭,别让其粘在一块。 我们蒸出糯米饭正好,不稀。 所以,稍微拨一拨,就好了。 好了,做豆皮的时候到了。 我们用做煎饼果子的平锅。 加热后,用一个小刷子,在锅表面上,刷一层油。 取四分之一的面糊,倒在锅的中间。 然后,用一个刮板,将面糊均匀地刮成一个圆形。 尽量地薄一些。 等面糊表面微干时,倒入四分之一的蛋液。 用刮板,将其均匀地铺在面糊上。 等蛋液基本凝固后,将面糊整个翻面。 放上糯米饭。 最好是先在一个盘子里,将糯米饭整成一个方形。 然后再放在面糊上。 在糯米上,放上炒好的配料。 然后,将其包起来,成一个长方形。 方形也可以。 最后,将其翻个面。 略煎一会儿,就可以盛盘了。 看看,非常成功。 切成四小块。 再撒上点小葱花。 太漂亮了。 吃起来,和在武汉时吃的一样,非常香。 喜欢的话,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。 谢谢收看,下集见。